你常常覺得你跟你的手指不熟 或者是你的手指常常不聽使喚嗎? 今天就來教你怎麼增加你手指的掌控度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Nickelmau Fruit頻道 在音樂領域裡頭當我們講到手指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自然的聯想到說 喔,啊不就是演奏的技巧嗎? 那如果要增進你演奏的技巧 那就是練音階啦 或是練日課大練等等的 像我之前呢也有拍一部影片呢 就是在講要怎麼增加你手指技巧的影片 所以並不是說練這些練習就是不好 而是在我們練這些進階練習之前呢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不能省略的步驟 這樣子當你未來要進到這個比較進階練習的時候 你才比較不會受傷 你的練習才會有效果 以及事半功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講呢 我們要怎麼做這樣子的練習 其實這個練習非常的簡單 你會發現呢 我前面三堂課講到的東西 都不是那麼複雜的練習 現在呢我們很多人會傾向於呢 要做一些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很複雜的練習 其實練習是越簡單越好 因為當你能夠每天的去做練習 你才能夠穩定的進步 而且很多很複雜的技巧呢 也是建立在這些簡單基礎的東西上面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經驗呢 就是你已經催了好一陣子的長笛 但是當你有一些指法卡住的時候 你還是得要放下來 看著你的手指 你才會知道啊原來我是哪個地方錯了 這樣的情形呢 就是因為你還沒有充分的將你的手指 跟你樂器之間的連結搞清楚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會幫助你將你樂器所有的細節 還有手指的畫面放進你的腦袋裡 也就是說呢 當你這樣子演奏的時候 你會彷彿看得到你自己的手指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讓你幫助你呢 去快速的察覺到你手指 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子 以及可以立即的去改正錯誤的指法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裡面呢 不會教你指法的部分 因為指法的部分呢 其實很簡單 重點是你要怎麼知道你怎麼去按 以及操作它的know how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教你這些know how 好在正式進入我們第一個步驟的練習之前呢 我們要先找到 好我們等一下呢會按按鍵的手指的部分 好你可以先做這樣子的動作 中十指到中指 無名指小拇指 好去感覺一下你的大拇指 碰到的位置 碰到的位置是哪裡 好就是這個地方指腹 我們等一下就是用手指的這個指腹的位置 去按我們每一顆按鍵 好不要用指尖按喔 因為指尖的肉你可以看到指尖的肉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要可以將你的這個長笛按好 好尤其如果你吹的是開孔的樂器 更是要注意這一點 那如果你是吹閉孔的樂器 你未來肯定會換到開孔的 所以務必請注意你按按鍵的手指的肉 就是指腹的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我們第一個步驟練習 第一個步驟練習非常的簡單 就是看著你的手指按每一顆長笛的按鍵 好所以先從我們大拇指開始 每一個按鍵呢依據你個人的需求 去訂一下每一個按鍵你要按的次數 我們現在先從每一個按鍵按六下開始 然後你在按的時候呢 可以先從很輕的動作最輕的這個開始按你每顆按鍵 然後去感覺一下什麼樣的力道是最剛好的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手指保持在放鬆的狀態 好所以我們先從我們的大拇指開始 好接著是食指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去觀察你的長笛 你在按下去這個按鍵的時候 有哪一顆鍵是跟它連動的 當你越能夠了解你的樂器 你就能夠有更多的進步 當你越了解你的樂器 你就會知道你要怎麼去演奏它 好那接著是中指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要非常專注的去觀察你的手指 感覺一下你按在按鍵上手指的位置 是不是在指負 不要用指尖喔 是用指負 然後去感覺一下你長笛每一個按鍵的重量 每一個牌子按鍵的重量都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去熟悉你的樂器 它的每一個按鍵的重量 然後接著是小拇指 然後食指 不要忘了去觀察 不要因為這個練習很簡單 就忘記專注這件事 好要去觀察你的按鍵 還有手指之間的關係喔 好是怎麼樣的感覺 重量是多重 好右手中指 好那在按的時候呢 手指盡可能的不要抬起來 就是不要變這樣 先貼著能夠越靠近按鍵越好 好無名指 好這過程當中 如果你怕你的長笛不穩 可以靠這樣子 先靠在你的肩膀上 一樣喔 不要忘了去觀察你的手指的狀態 小拇指 好到你練習完第一個步驟的所有的手指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我們的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 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只要你覺得有點困難的時候 你就可以張開眼睛 再看一次你手指還有長笛的畫面 好這個步驟要進行的是什麼呢 就是呢我們要閉著眼睛 然後重複我們剛剛第一個步驟做的事情 唯一的差別是呢 我們在按到我們相對應的按鍵的時候 我們頭腦能夠立刻出現按鍵的畫面 還有你手指的動作 好像是譬如呢 如果你是在動你的食指 好那你的腦海裡面呢 就要看得到你的 就要彷彿看得到你食指的動作 以及你要知道你的食指用的是哪一個位置 在按按鍵 所以你要去不只是按你要去感覺一下你的觸覺 你同時呢也要有視覺的畫面 好所以你在按你的食指的時候呢 你會很清楚的看到不只是這個按鍵 你同時間還會看到這個按鍵跟著連動的畫面 好所以我們先從我們的大拇指開始 記得過程當中只要你沒有辦法出現畫面的時候 就睜開眼睛 再觀察一次 然後再閉著眼睛 直到呢你可以把這個畫面 立刻的叫出來為止 好所以從你的大拇指開始 好當你在按大拇指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這個大拇指按的這個位置旁邊 其實還有一顆小小的按鍵 這些東西都要在你的腦海裡頭 好當你忘記了或是你不清楚 它有任何連動的按鍵的時候 就睜開眼睛再觀察一次 然後再閉起你的眼睛 知道這些畫面可以非常清楚的 在你腦海裡面出現為止 好接著是食指 一樣喔當你在動你的食指的時候 去看到除了你按的這顆按鍵在動之外 還有另外哪一個按鍵在動呢 好接著是中指 去感覺你按下去的重量 手指是不是放鬆的 都是在這個練習裡面你要去觀察的事情 好在動食指的時候會比較多的按鍵跟著連動 所以當你沒有辦法有畫面的時候 然後一樣就是張開眼睛仔細觀察之後 再閉上你的眼睛 好接著是無名指 好喔你要能夠感覺到你的指腹 按在長疊按鍵上的感覺 你會很清楚的感覺到你的按鍵上有凹槽 它的形狀是怎麼樣子 好當你開始做這件事情 已經清楚感受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拓你的其他的感知 這在未來 你在演奏比較困難的曲子上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好接著是小母指 一樣喔如果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子拿長疊 並沒有靠在我們嘴唇上 所以你覺得拿起來有點困難的時候 你就可以靠在你的肩膀上做這件事 好接著是食指 好而且同一隻長疊上呢 也不是每一個按鍵重量都是一樣多 所以你可以持續的去觀察這件事 好右手食指它連動的按鍵也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可以重複比較多次 直到畫面可以很清楚的在你的腦海中出現 好接著是中指 好接著是中指 好如果你所有的畫面都已經可以很清楚了 出現在你的腦海裡 我們就要進行我們第三個步驟的練習 好接著是我們第三個步驟 我們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實際上將我們剛剛練習的呢 放入你練習的曲子裡頭 你可以找一個最近你在練習的時候 有很容易卡住的句子 來做練習 這個句子不用太長 大概一個小節到兩個小節就可以了 好假設是這樣的句子 好然後你現在呢先邊唱然後邊按指法 然後一樣喔就是在過程當中 一直看著你自己的手指 一直看著你自己的手指 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睜開眼睛再看一次 好那接著呢是實際吹奏一次 好當你在吹的時候呢 你即使是睜開眼睛的狀態 你要仿佛可以看到你手指所運作的狀態 那記得呢這三個步驟 所有的過程中你都不需要快 都是非常慢的來進行 越慢越好 慢到呢你能夠仿佛看到所有的細節 包含你手指是怎麼按下去的 什麼時候起來的 然後你手指他的 你的手指的整個狀態是什麼 是不是放鬆的 你都要能夠在這個練習的過程當中 清楚的去感覺到 當你能夠清楚的去感覺到所有的細節 就表示你這個速度夠滿 就好像是你在看電影的那些 slow motion一樣 像是子彈飛出去的時候 你看到他飛過哪些地方 碰到了什麼什麼東西彈起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要這樣 就是你要看到你所有你自己在催咒時候的所有的狀態 如果當你呢對手指運作狀態 已經更已經很清楚 你甚至可以延伸到你的嘴唇的狀態是什麼 你的身體的哪一塊肌肉是不是緊繃的 這個練習之所以非常的有用 以及有效 就是因為如此 就是你彷彿會有一個 你彷彿可以看到你身體的所有的一個狀態 然後在放慢的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清楚的去聽到你催咒的所有的聲響 你就不會好像只是你看著譜 把這個東西催過而已 它是一個會變成一個很深度內化的一個過程 這樣的練習都會幫助你未來在比較困難的技巧上 能夠比較快速的去突破它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課程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或是我的影片內容 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不要忘記我的影片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的事情在下方留言處回饋我 這一部影片對你有哪些幫助喔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